好,最后我们就加入我们的颂骨 在滚上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柠檬汁了 非常清甜的一道汤 大家早上好,我是邱师傅 其实买了这一只Ajito功夫书又回去 可以煮很多很多不同的汤类的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道 非常简单又好吃的 功夫包菜鸡汤 我们的材料就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有一只鸡腿 通常我们煮汤呢 最好我们是不要皮 油越少越好 然后呢我们就有 100克的这个松菇 100克的包菜 然后柠檬汁呢 我们要用到两汤汁 如果你不要这样酸的可以放少一点 然后也会用到少许的黑胡椒啦 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功夫书肉 好,那首先我们就切一切我们的包菜啦 好 切成块的 够呢就是我们的鸡排肉啦 鸡排肉我们切成块 OK,可以了 把它放在一起 好,那热一热锅 然后给点油 油不需要太多啊 煮汤越少油越好 我们把鸡肉放下去 先把鸡肉煎香 那煮出来的汤呢 就特别香了 见到它有味道味道的感觉 OK,炒到这样就差不多啦 现在我们可以加水 好,加了水过后呢 我们就要先等它滚 滚了上来呢 就会有浮沫 我们要先把浮沫捞走 我们才加入其他的材料 好,现在我们先把浮沫捞走 好,等一下滚出来的汤呢 就美美的了 刚才我一共放了900毫升的水 OK,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加入所有的材料啦 先放包菜下去滚一滚 给点黑胡椒粉 这里我们加入五汤匙的空步酥油 OK,好 这里我们滚了五分钟 然后滚了五分钟后呢 那我们就要试一试味道 哇,非常清甜的味道 好,最后我们就加入我们的松鼓 松鼓放了下去 就给它再滚一滚 再滚上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柠檬汁了 柠檬汁这里我们给大约两汤匙的 好,再滚上来就可以起了 非常清甜的一道糖 好,最后我们加点葱花下去 好,一道非常开胃清甜又营养的 昆布包菜鸡汤完成 好,那这道鸡汤呢 大家要注意的重点就是 首先我们要把鸡肉煎香 煎香了,滚出来的汤就特别香了 那第二个重点呢 就是当我们放了水过后 我们先给它滚上来 然后我们捞走浮沫 才加入其他的材料 这样滚出来的汤就清清美美的了 那第三个重点呢 就是我们的送骨不要太快放下去滚 如果滚太久的话 就会影响口感的啦 然后记得这样的话 把它分享出去 给我一个赞 期待你们的功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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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